父母所基于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 母爱本光辉伟大 护子出于本心 单过度保护只能逝世得其反 本期历哥带来电影《泡泡男孩》 主人公吉米患有先天性免疫缺陷病 由于免疫力低下 无法抵抗外界细菌的侵袭 一只细菌都可能致命令她身亡 四岁前吉米一直住在医院里 她必须生活在无菌环境中 也只能食用无菌的食物 之后吉米出院 母亲为她在家里安装了空气净化的管子 建造了一个防务般的大泡泡 还在泡泡中准备已经笑过毒的玩具和床 一开始邻居家的孩子 都以为吉米是怪物 甚至还穿上类似泡泡的衣具 在楼下笔划着鬼脸嘲笑她 吉米从窗户看的那些孩子心里难过极了 好在母亲及时出现赶走了他们 母亲每晚都给吉米讲泡泡孩子的故事 每天给吉米做无菌的餐点与零食 教吉米读书认字 带着吉米一起看电视 还告诉吉米会永远干净纯洁 不会被肮脏的外界所污染 吉米也很听母亲的话 从不怀疑 直到17岁 吉米都在泡泡中度过 她没有朋友 没离开过房间 陪伴她的只有泡泡中的玩具 以及16岁得到的一把电吉他 某天吉米家隔壁来了新邻居 邻居的女儿克洛伊 是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 吉米第一次从窗户看到克洛伊 就喜欢上了她 第二天清晨 吉米发现自己有了性冲动 她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急忙把母亲喊来 母亲见状也无计可施 只好让吉米反复念诵教诲 一慢慢冷静下来 或许是出于自卑 吉米每次都只敢从窗户偷偷看克洛伊 但其实克洛伊对吉米也十分感兴趣 有一天 克洛伊没有立即回家 她拜访吉米家 发现吉米家满是长长的宽管子 从客厅一直延伸到楼上 好奇的克洛伊上了楼 并有好的向吉米问好 未与人打过交道的吉米 见到克洛伊后又紧张又兴奋 因为母亲说过 隔壁家的女人是贱货 吉米就以这不好听的称呼问候克洛伊 克洛伊先是一愣 但她不仅没有责怪吉米 还风趣地化解了尴尬 之后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克洛伊生日当晚醉酒 偷偷去找吉米 她想进泡泡内亲吻吉米 但吉米出于顾虑而拒绝 之后克洛伊把男友介绍给吉米认识 但吉米内心不愿 从此二人渐行渐远 某一天克洛伊带着礼物去找吉米 告诉吉米男友向自己求婚了 三天后婚礼将在尼泊尔瀑布举行 她想问问吉米的意思 但吉米满肚子怒火 不顾克洛伊的感受 还把克洛伊送给自己的豚鼠 还给克洛伊 两人不欢而散 到了晚上 吉米打开克洛伊带来的礼物 发现是个标游 我爱你这样的水晶球 吉米后悔莫及 制造了个微型泡泡 并准备了一些工具与点心 决定阻止克洛伊的婚礼 这是吉米第一次离开家 她发现外面的世界有许多美好 一边兴奋一边踏上前往尼泊尔瀑布的旅程 她先到达公交站 打算乘坐公车 却因零钱不够而无法乘车 她慌慌走到公路上 突然一辆公车撞了她 好在吉米的泡泡够牢固 她便会受伤 公车上的人好心下车问候吉米 并决定烧吉米一程 原来这些人是某教会的成员 他们邀请吉米加入教会 吉米却直言不会说 他们是邪教而被去砍下车 吉米只好徒步前行 走着走着看到一位汽车大叔 正在修理摩托车 吉米问大叔能否送他去尼泊尔瀑布 阻止心爱女子的婚礼 大叔被吉米的赤诚所打动 决定帮助吉米 他带吉米来到赌城 打算挣点小钱再继续上路 没想到大叔顾着自己玩 把吉米给忘了 不过吉米运气不错 凭借仅剩的一个硬币 赢得了一辆代步车 于是吉米急热代步车独自出发 之后教会成员们的领头人说 他们的救世主 是一个有着圆形光圈的人 如果不能解救他 他们将万劫不复 几个教会成员发现吉米 是他们的救世主 赶忙回去寻找 大叔从赌场走出来后 发现吉米不见 也急忙前往寻找他 此时吉米的父母 也正焦急地寻找吉米 在公路上 他们碰巧发现 骑着代步车的吉米 想把吉米带回家 没想到掉头时 却不小心撞到吉米 吉米被撞飞出去 掉进了一节火车车厢中 火车上都是某个马戏团的成员 马戏团的领导是个侏儒 人虽小 性格却凶悍无比 成员们都十分怕他 侏儒怪博士想要欺负吉米 但吉米的泡泡保护了他 怪博士被吉米支付 成员们想追随吉米 被吉米拒绝了 吉米继续往前走 走到一个小店 发现一个印度人正被欺负 吉米帮他解围 作为报答 印度人决定 带吉米前往尼泊尔瀑布 印度人以牛为信仰神 途中 吉米从睡梦中惊醒 印度人被吉米吓到 结果撞死了一头牛 他担心受到惩罚 决定帮牛超度 吉米只好又徒步前行 到了夜晚 吉米走到某个小镇 他想搭乘出租车 司机却要500元才肯搭载 吉米误打误撞来到赌场 凭借泡泡的保护 他成功在打斗场获胜 赢得了500元 搭乘了出租车 第二天吉米睡醒后 发现司机开着车 竟睁眼睡着了 他急忙转动方向盘 车一个甩尾时 他因惯性飞了出去 掉到一间便利店旁 吉米走进便利店 打电话给克洛伊 但接电话的是克洛伊的男友 他对吉米冷嘲热讽 让吉米放弃对克洛伊的追求 吉米沮丧泄气 打电话给怪博士 想加入马戏团 而恰好吉米的母亲 就在怪博士身旁 母亲听到吉米的声音 抢过电话慰问他 并让吉米等他们去接他 吉米的父母赶到后 父亲看到失落的吉米 感到心疼 趁吉米母亲不在时 让吉米离开了 之后交回成员 机车大叔 吉米母亲都赶来找吉米 吉米快速往前跑 趁烂搭上前方的飞机 躲开了追赶 吉米成功赶到克洛伊的婚礼现场 他向克洛伊表达心意 不顾生命危险 打开泡泡亲吻克洛伊 之后便晕倒了 吉米父母等一行人也已跟来 母亲发现吉米昏倒 痛心哭泣 此时父亲却说 让母亲告诉吉米真相 这是母亲在缓缓叫醒吉米 并告诉吉米 其实在他四岁时 就已经恢复了免疫力 但自己为了保护他 不受外界污染 而让他一直呆在泡泡里 吉米又惊又喜 他并没有责怪母亲 反而对母亲深表感激之情 之后吉米牵着克洛伊的手离开了 二人不久后举办婚礼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母爱故无私 过分则生畏 护子心可明 太过则伤情 这本是一部喜剧爱情片 与人欢乐与感动 但我却看到了 以爱为名背后的暗面 电影中主人公小时候由于生病 不得不与时隔离 但病好后 母亲正以保护为名 让他继续生活在所谓的保护罩中 这对孩子来说难道公平吗 足足13年的生涯 无法上学 无法与其他玩伴共同玩耍 天天待在家中 受着温室保护 完全不知外界的美与恶 这样对孩子真的好吗 父母的保护欲过强 会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孩子一直在拥护下长大 则容易失去事物的判断能力 甚至丧失对生活的自理能力 他们不知道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只听父母话 父母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父母的理念就是他们的理念 在这样成长下的孩子 成人后该如何面对社会呢 难道成人后继续被父母庇护 倘若某日父母老去 他们又该如何面对生活呢 我想这个问题 值得所有父母仔细思考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雷歌 远作登展 照亮你心 视频 优优独播剧场上